平日里我们说话一定要特别注意 有些话是万万不能说的 会很灵验的 当说了不该说的话后 可能引发的后果将是你始料不及的 尤其是在特殊的节日期间更不能说 乱说话遭遇鬼打墙 几年前我认识的一个客户给我奖励段他的亲身经历 他们公司在北京十三陵附近的一个度假村 召开公司年会 会期三天 会议的第二天下午 他和另外两个朋友临时回市里办点事 等到办完事往回赶 快到度假村时天已经接近傍晚了 车里三个人一路走一路闲聊 其中一个人就突然感慨起来 这地底下不知埋了多少漂亮的宫女 年纪轻轻的就被殉葬了 真可惜 要是能弄上来几个 上来陪陪咱们就好了 说完大家都笑 各种联想与意淫 但笑着笑着 几个人都不笑了 脸上都呈现出惊骇的神色来 车开了半天 他们发现竟然又回到了原地 本该十分钟就可以开过的路段 却鬼使神差地 一次又一次地在原地打圈 在焦虑和胆战心惊中 他们继续加速往前开 从傍晚开到天黑 还是开不出去 总是又回到刚才经过的地方 他们这才意识到 遇上鬼打墙了 几个人后来醒悟过来 把车停在路边 跳下车来 点燃了三根香烟当作香 冲着十三灵的方向 一面磕头 一面道歉 做完这番仪式后 他们回到车里 再开 五分钟就回到了度假村 乱说话可能会要命的 佛家讲 一句话就能毁灭一个人 而陪之人却需要千言万语 管好自己的嘴 否则乱说话不仅会带给自己麻烦 甚至可能会要命 一位朋友曾经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他认识的一对夫妻经常吵架 有一回不知为什么事又吵起来了 吵得很厉害 家里的很多东西都被砸得稀烂 后来妻子指着老公吼道 你怎么不赶快去死 你死了 这个家就太平了 老公当时跺着脚 咬着牙狠狠地接口道 好好 哪天我就真死了 看你后悔不后悔 这本来是夫妻俩之间的一两句气话 而且过了几天 夫妻俩又和好了 但是不料过了没多久 老公果真就死掉了 他遭遇了一场离奇的车祸 全车其他人都没大碍 就他一个人丢掉了性命 智慧由听而得 悔恨由说而生 千万不要乱说话 无论是夫妻家人 还是朋友同事之间 都要留口德 不吉利的话不能说 有个成语叫 一语成衬 只说了 诅咒或者不吉利的话后而应验 民国时期 大名鼎鼎的诗人 徐志摩有天晚上跟朋友聚会 期间他的妻子陆小曼打来电话 让他第二天乘飞机回上海 朋友善意地开玩笑说 坐飞机可要小心啊 这玩意儿不保险 谁知徐志摩满不在乎地说道 我这次乘飞机 要是飞机失事死了 你一定要送我赴晚联哦 不料第二天 徐志摩坐的飞机果然失事了 而且这也不是特例 这还有一个说不吉利的话 导致去世的案例 2014年9月5日 贵阳师范学院有位大四学生 名叫卢全伟 在一个月前 他的母亲因肾脏病变去世了 当时卢全伟当着家里的亲友 突然说了一句话 我要是遇到不测 请在我死后把器官全部捐献给需要的人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这句话就在一个月后应验了 卢全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车祸 称宇为什么会应验 几千年来 中华民族一直忌讳特别特别多 几乎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 都有着太多的讲究和忌讳 用今天的观点来看 这些忌讳大多数都很迷信 甚至很可笑 但也有一些忌讳的背后 有着深刻的道理 例如在说话上的忌讳 就比较应验 古人特别看重文字和语言的力量 对文字和语言是非常敬畏和谨慎的 认为文字是神创造的 将语言看作是一种神秘的支配人生的力量 关于称宇为什么会应验 也可以用易经的原理来说明 当一个人乱讲话时 这些不好的话和未来应验了的灾祸 都属于一种负性的能量场 当我们说出这些话时 按照易经同气相求 同声相应的原理 就会诱导我们的命运 朝着这些负性的结果靠拢 也就是说 是我们主动地 把我们人生命运的频率 调到和灾祸一样的频率上 也可以这么说 灾难也是自己赶招来的 《法剧经》中也有言 随行所堕自受殃福 人生的祸福 其实都是自己的意念和行为赶招而来的 所以当一个人总说不吉利的话的时候 灾难就被赶招了过来 不要将话说得太满 关于乱讲话 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也十分灵验 就是把话说得太满 比如有些人夸口说他好久没有感冒了 结果没过几天他就感冒了 还有一些人说他开车技术特别好 从来没有发生过磕磕碰碰的事 结果没几天就出车祸了 还有一些人说他几乎不丢东西 结果没几天就把手机丢了 等等这些情景 相信我们每个人或身边的朋友都经历过 当我们说出我从来都不 或者我好久都没有的时候 其实已经把自己置于一个很危险的境地了 为什么呢 其中深刻的原因来源于儒家经典上书中的一句话 满朝损千寿意 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 但他的意思不仅仅是说行为上 不要太自满 同样也适应于说话 因此我们在生活中一定要特别小心自己的话头 要多说一些积极乐观的话语 千万不要乱讲一些负面或太满的话 否则真有可能会一语成衬的 当然了 并不是所有的这些不好的话都会应验 但说不准哪句就应验了呢 你能知道哪片云彩就一定不下雨呢 常言道 水满则易 月赢则亏 凡事都有个度 若是过了度 只会物积必反 从来倒茶七分满 留下三分是人情 无论任何时候 都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要懂得为自己为别人留余地 说话要懂得知之而乐 人们总说 饭可以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都说祸从口出 有时候 真正给自己招来灾难的 或许就是自己的那张嘴 所以谨言慎行 不该说的话不乱说 该说的话要谨慎说 佛家常说 世人都不信因果 而因果又曾饶过谁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